国际方面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使馆区发生了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 爆炸造成了至少80人死亡350人受伤 阿富汗卫生部相信伤亡人数会继续上升 德国驻喀布尔使馆在爆炸当中严重受损 目前藏武组织或是个人宣称对爆炸负责 不过一般相信应该是塔利班发动的恐怖袭击 爆炸发生几个小时之后 使馆区仍可以看到大片的烟雾升起 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25分左右 正值上班的高峰期 汽车炸弹就在德国使馆附近引爆 威力巨大 爆炸声响彻云霄 数百米外的窗户都被震碎 爆炸现场的车辆都成了废铁 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 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 爆炸造成400多人死伤 大部分是平民 这家布店的老板说从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爆炸 店铺完全被毁掉 一个店员也受伤如援 西方多国的大使馆和北约指挥部都设在喀布尔使馆区 当地警方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袭击的主要目标 爆炸时法国驻阿富汗使馆受到破坏 日本两名使馆人员受伤 德国使馆的一名阿富汗门卫被炸死 此外使馆工作人员也有人受伤